7月30日上午,香港地铁条金领站、北角站、金钟站被部分示威人士扔阻挡地铁车门关闭。 时至上班高峰,事件造成港铁运行大面积延误和暂停。 有上班被阻的市民认为,故意阻挡车门的行为不妥,成年人要养家糊口,不要搞到大家。 当天上午80许,有大批戴口罩示威人士与地铁条金领站发起故意阻碍车门关闭,不合作运动。 受事故影响,香港地铁关塘县关塘站至条金领站列车服务暂停。 车站的月台、大唐以至条金领站出口和接驳巴士站都挤满大批受影响乘客。 为尽早疏散人群,港铁公司安排接驳巴士疏导受影响乘客。 继条金领地铁站被堵之后,有示威者在换乘车站、北角站继续阻碍地铁车门关闭。 受事件影响,港岛县铜锣湾站至贼鱼冲站服务暂停。 在北角地铁站,大批受影响市民滞留在月台及车站大唐, 还有部分示威人士对处理现场的警察大声辱骂。 有上班受阻的市民认为堵塞车门的行为不妥。 我是有点反感的,我现在要走回公司,如果天天是这样,我都真的无奈,因为年轻人始终都是冲动的。 社会文明的嘛,你不可以太激烈地对付他们的嘛。 不要搞到人家啦,可以表达意见的,我觉得,但是人家要上班嘛,上班,成年人要买食的,我们希望他们明白啦。 同时在地铁换乘站巾中,也发生同样的仍威阻挡车门关闭事件。 当天搭乘地铁出行的上班族,大面积受到影响。 上午11时许,钢铁公司宣布,列车受阻事件已妥善处理,逐步恢复正常。